作品的飲品 作品的飲品 在世界產量是少過1% 做金餅是唯一讓這個豆子能夠繼續存在的路 傳統的成本已經沒有辦法去支持去種植這個咖啡 我很想把馬來西亞的這個咖啡 能夠從傳統的舞台 搬到金餅的這個舞台來去表演 我是Jason 中文名叫劉柏淺 我是在2011年成立了My Library Card 2008、2009 你是很少在馬來西亞聽到金餅咖啡 是在台灣唸書 然後在台灣的時候接觸到金餅咖啡 我是唸農藝 然後我就回來 我自己做有機肥 我自己種菜 種水旺 那時候我爸爸已經有咖啡園 一段五十毛的咖啡園 我也有幫忙在照顧咖啡 要買咖啡生豆 在馬來西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時候我唯一可以哄的就是我們本地的咖啡豆 我那時候也沒有自己處理廠 我只是從傳統的處理廠去買回我們自己的咖啡豆 那我就吵自己的咖啡卡 處理出來的豆 第一蝦枝豆很多 塞場不夠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特別的儀器去測量這個含水量 所以就差不多感覺乾了 就瘦瘦瘦瘦瘦起來 所以當我們買到的時候 我常常一打開 哇就是那種味道 美味啊 不然就是塞不乾 這種那種味道 七元巧合 我的弟弟他們有去回來 想要做這一行 那他們回來以後 那我就交接 我就回到遠這邊來 開始就去規劃 就是去弄這個處理廠 Naturel 山椎就是用全果處理法 那果就很要求 我們這個果就要全熟的果 大腳分級就拿去塞 最快三個星期 才能夠把它塞乾 Wash 就是水洗 我們要去皮 既然沒有門 就會直接清洗 把上面的果膠去掉 那去掉我們再拿去塞 我們做最多就是 Honey Process 嚴格講它叫POP Natural 就是我們在整個去皮的過程 是沒有碰到一滴水的 把果經過一個Sorter 去把果實翻大中小以後 我們就會去到不同 刀盤刻度的一個處理大果 一個小果的一個去皮機器 去做去皮 去皮以後 我們就會在禁止一個晚上 讓它做一個發酵菌質的一個動作 第二天我們就會拿去塞 天氣很好的話 六天 我們就可以把它塞上來了 塞上來我們就會去到一個熟成期 Resting有一個月 所以我們才會進去乾廚裡叫Houling Houling Houling的去殼 把那果皮去掉 去掉然後做挑選 然後做分級 我們才出去了 好 店裡面最好賣的是 Classic 是我烘焙到最深的 伊塔利亞肉 極深焙的豆子 意思是烘焙就是有部分已經進入到 灘花 它有炭勺的味道 很完整的一個黑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回甘很長 萊姆尼克今天 烘得這麼深 那甜度都在 不管今天是水洗 日曬 蜜處理 都是甜的 萊姆尼克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很甜 然後你炒重的時候 回甘 今天這個東西好不好 不是我講的 是客人講的 我們在客人那邊得到了信心 做一些處理的時候 我們得到一些業界的朋友的回想 是不錯的 所以讓我們有一個繼續堅持的理由 這個廠其實真的不太賺錢 一開始真的還虧 這個豆子在馬來西亞150年了 沒有理由到今天才有人想要去做這個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是很好做的 真的今天不用輪到我這次來做了 很多人都做了 藉由本土咖啡 我希望能夠給大家更多的啟發 我也希望能夠讓它發揚光大 讓不只本地人知道這個本土咖啡能夠把它做好 也要讓外國人知道 馬來西亞有一個人叫萊姆尼克 我希望能夠沒有太過分 我們從未來再對他 我們這邊做了 我們滅然聽說 現在是等於很容易和滿ママ的 現在是要求做的 要求他 也許叫作人 再拍一次 要求你 banker